美貓文博士為我們帶來這場演講 歡迎美貓文博士 那我想在今天我們非常榮幸的 特別邀請到我們國內外 都非常專業的訪問 訪生會專家來為我們做演講 那在剛剛新團我們的 準備為我們帶來演講之後 接下來我們很榮幸的 要邀請到我們的美貓文博士 為我們帶來這一個 第一個的專題演講 讓我們再次掌聲歡迎美貓文博士 Miche Jenny Vendis 大家好 我是李光榮 那今天很榮幸可以來跟大家介紹 今天這個主題 訪生理科學傳播 那我是學工程人 所以不懂傳播 不過今天剛好看到那個 我的一個好朋友也是即使敗了 接觸科學傳播這一行的一位老師 因為我怕等一小時時間講的 控制不了 那個 那位坐在後面那裡 那位官上的老師 他是正大寡電系 那是之前華式的總經理 關老師給大家看一下 我想喔 就是我們在做 convertation 這塊是很重要 然後我們只能把很多的訊息 讓很多人可以看得到 然後最好是看得懂 然後願意採取行動 這是在跟傳播合作的過程中 有學到的 那我就介紹一下我對訪生的認知 因為剛剛 Jenny他介紹了非常多的 使用例子 那我這邊也大概 講一下我自己的一些 有一些研究 那有一些比較 popular的一些看法 就是說 我們可以跟大自然合法的去 切起他的想法 因為大自然這些想法 演化了非常的久 他這個設計演化了非常久 所以我們在學校裡面 如果說 調竊這個事情發生 老師是吃不完多這種 可是我們是合法的 可以去跟大自然學習 所以像我們在 我是機械Background 那我們在研究的時候 其實常常我們會碰到一些 非常 就是說開始有一些瓶頸的時候 其實當我們不小心 踩到別的領域去的時候 我們就會發現很多新的 可以學習的地方 那我先講一個故事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什麼是佐牧鳥 佐牧鳥 我講的故事就是 有一天在大學校園裡面 有一位大學部的同學 跑來跟教授說 教授我要跟你學 仰生 我要做仰生的專題 那其實在大學裡面 教授可能會覺得說 大學部的學生來 大概是消耗我的實驗室資源 沒有像研究生那麼有戰力 所以教授就想說 好 要讓它自然而退 所以教授就說 好 那是不是 我們來做佐牧鳥好了 因為佐牧鳥 一秒鐘最多可以 佐到十二項 佐牧鳥在這邊 佐牧頭的時候 是有三個意義 一個它填飽肚子 另外一個呢 它要幹什麼 它要煮巢 那佐牧鳥呢 還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宣誓主權 這是我的地盤 所以 教授跟他這麼講之後呢 說佐牧鳥做這件事情 做這件事情可是它不會腦震盪 我們是不是可以開掛一個電動門 可以吹 所以教授就這麼跟同學講 那同學呢 就回去了 一個一點之後呢 他其實 跑來了 我們在學校老師都知道 同學來就說 老師我找不到佐牧鳥 老師就很得意 就說好 那再一個禮拜給你 如果你沒有完成的話 你可以另外找其他的老師 對不對 老師的 一開始的陰謀是這樣子 那 我們把它放下來 這個可以停掉 那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這個同學一個禮拜之後 發生的問題就是 他解決他的問題 就是剛剛這個影片 他解決他的問題從Youtube 他其實找不到啊 可能在最後一刻他從Youtube 找到他解決的問題 那他當然是要去知道 這個佐牧鳥 他有興趣的位置的位移 速度加速度 他來做這些事情 可以幫我們下一頁 這個空置可能 下一頁 好 好 OK 我繼續講 那 那 後來呢 這個同學呢 他做得非常棒 那其實老師也做了 也 也 申請了專利 發表的論文 好 那 最重要的是 他賺了很多錢 因為他既賺 所以這位教授是 Professor Julian Winston OK 在University of Bass 那我去那邊跟他 在他的實驗室 玩了三個多月很開心 那就是他們的一個設計 那所以呢 仿生其實我們可以說是 您不知道的早知道 其實這些內容 在我們生活周遭 本來就有 也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就是我們看起來是細的 可是其實 講出來的 這些生物你都認得 好 然後 我們又可以粗略的把它定義為 就是從 剛剛講過了 合法的去表現 但是就 用在我們 技術的 改善上 可是我們發展這些技術呢 也會有麻煩 對不對 剛剛 其實Janny的書 我在 1998年 我就拿到那一本書的中文本 因為我至少叫做送給我 他買了200本 送給好多人 那其實呢 我那時候就知道 建理這個文 那我們讀完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個精神是非常的棒 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跟自然學習 可是別忘了 我們也是生物的一環 所以 最近那個 台大對話 一個人講得很不錯 他講的 溯源台灣 他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最多的 就是土石流 還有什麼 台風 還有地震 他們本來就存在啊 憑什麼 我們認為我們要去防治它 我們應該跟它 想辦法跟它和平共存才對 所以這邊有幾個很特別的例子 就是 一開始在第一次的赤佛會 是在倫敦舉辦 那時候蓋水晶宮的時候 其實希望在短時間內 蓋一個展場 可是又不希望那個展場 是固定的展場 所以 各位可以知道 那個一個元律師 打敗了建築師 打敗了一些結構祭師的圖 為什麼 它說服這些尾延 就是 各位聽說白河 白河的那個 王臉 對不對 玄花你可以站在臉領上面 所以 其實那個大王臉 莉莉呢 它本身有 它的支脈的結構呢 靜脈的結構 其實是 輻射狀的 然後它可以支撐 很大的重量 所以它就用這些 很具體的植物 的一些構造 來說服 所以來水晶宮是這麼做出來 所以各位看到很多溫室 其實是這麼做出來的 金屬玻璃跟金屬 還有少量的木頭 那艾赫特塔也是 剛剛先禮提到 我們那個骨頭 我們要把 材料輕量化 骨頭 那其實艾赫特塔 是跟我們的骨頭學習的 而且艾赫特塔 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它非常的高 如何讓風吹過來的力量 把它引導從 向下的力量 都不會讓它被風吹著在搖擺 那2005年艾赫國染味 裡面的一個主題 就是自然的智慧 那剛好我看到兩個 就是一個叫Eden Project 跟聰明這兩件事情 我剛好有機會接觸到 那這個英國在一個廢棄的逃放區 他們把它覆育了 花了大概五六十億個台幣 去把它覆育 然後他們蓋了非常多的這些建築 那其實他們裡面有一個仿生的科學教育中心 那它在裡面呢 也有非常多的熱帶植物 那重要的是 我就去那裡參觀 那我去參觀的時候 其實很好玩 就是 大家去英國旅行都知道 你要排隊 買票 我去不用買票 因為你只要 你是走路來的人 你是走路來的 你就有一個專門的通道 那大部分人都坐車 所以我去的時候不用買票 而且那個值得扣非常的棒 所以 所以這個其實 國內有很多的遊樂場所 如果有機會的話 是可以這麼做 那 比如說我很緊張 我現在都流汗了 如果我的衣服可以變 通風一點 那該有多好 所以各位看到這個松果 那松果其實 它是非常的棒 各位如果記得我們小時候 我們的電鍋 大銅電鍋太熱的時候就會 彈起來 我們是用雙金屬 各位可以去想像說 如果我現在有兩個材料 一個材料呢 對濕度的靈感度很夠 一個材料對濕度的靈感度很夠的時候 那很靈靈的這個收縮 噴到水的時候 濕的時候會收縮 然後 乾的時候又會變長 這個動作呢 就會這樣怎麼樣 我的衣服就有機會變通風 所以 英國呢 照樣於艾茲波朗 他就長得出這兩個作品 這是其中的兩件 那剛剛Jani也提供過 連夜 連夜效應也是 就是說我們希望 外牆如果有油漆 就可以出 就是可以用清洗表面 那實際上我們現在有很多機會 在發展生意經驗 那我們要減低管內的流動的時候 其實也有很多很多的設計 在做這方面 比如說看到在座有 台大洋進行教授 這方面就是專家 那 我們在表面改成 今天大家回家 可以做個簡單的試驗 大家都吃過紙火鍋 大家拿一個紙杯子 裝個水 烤一烤 把表面的烤成黑黑的 你滴上一小滴水 你就可以看到 你自己創造的連夜效應 因為我們燒出來了 這個炭黑呢 它本身有大的particle 跟小的particle 那大的particle 跟小的particle 這很重要 因為各位有時候 你去清理你家 冷氣寄個冰管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一個問題 你就沒有人用嘴巴吹啊 你如果用嘴巴吹的話 大顆的會被你吹走 小顆的不容易吹走 可是你的臉就黑掉了 可是呢 那個小顆的就連得很緊 所以有抽菸的朋友要記得 當你在咳的時候 大顆的容易咳出來 那個小顆是緊緊的黏著 那我們在 我家就在陸竹 陸科那邊在發展醫療器械 比如說手術用的電燒刀 就很容易沾黏 所以大家也要想辦法去開發一些 抗沾黏的手術 電燒刀 所以表面的圍結構 跟圍結學習 就是一種機會 那在水面上走路 可以解除 水泥是第一名 對不對 各位如果我們小時候 一個玩具船 在水上去推它 這是不容易的 為什麼 我們在推還是有阻力 可是水泥走得非常的棒 非常的沈默 非常的輕盈 那實際上是 它踩下去的腳 跟介面 跟那個液體之間 充滿了非常多的氣泡 所以氣泡跟液體之間 那個阻力是非常的小 那這個是大家最熟悉的 魔鬼章 對不對 魔鬼章這個產品 大概用的最多 所以當 各位可以看到植物 植物它本身 有很多的功能 比如說有一個功能 就是 勾勾 所以木典燈上面 有很多的勾勾 勾勾跟纖維在一起 就會有這個事情 所以 我就順便帶了一個 前一陣子 常常很多那個什麼 桃花細木 對不對 很多黃鍋子的東西 所以植物 它發展出非常多的 種 它的種子呢 不是剛剛那個勾勾而已 它還有 非常非常多的方式 因為植物跟動物不一樣 它不會動 我們會動 所以它的反應 要靠很多 很多的 它有很多的策略 所以在Jentie 他們那個 Bio-Military 3.8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在那裡面 學習有非常多 那我剛剛講到 科學傳播的時候 我在這整個裡面 其實我會 Input很多在裡面 但是我沒有特地去提它 比如說 如果我們要 我們要去 掛東西的話 怎麼辦 現在有膠 傳統會出問題 那剛剛Jentie提到一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們淡菜 那個 貝類 它在水裡面 可以黏得非常緊 可是壁虎也很厲害 壁虎走過去的地方 它也可以黏得很緊 所以壁虎到底 有什麼特異功能 對不對 那可能 它有好多好多 可能的情形 比如說年曆是誰 我們看到那個 波花苗 擴隆 走過去的突破連力 或者比如說 樹花可能有吸盤 等等 這些都是可能 可以列出來的 這樣的情形 那其實最重要的應該是 反德羅拉力 毛吸力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那 反德羅拉力是非常小的 分子間的作用力 那我們彼此都感覺不到 比如說我們現在說 比如說我們跟陳老師 我們是 因為萬有引力的關係 我們是有吸引力的 可是我們兩個男生 永遠不會有吸引力 可是 可是 他這個很小的 因為那個力已經很小 比起地球這麼大的質量 把我們緊緊的拉住 我們那個吸引力 實在小到都可以馬虎 可是當 你知道如果壁虎他的腳 他的腳上面呢 你如果仔細地 近一點的去看他 再近一點的看他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壁虎是 他身上的 大概六百萬到一千萬根的細碼 那這些細碼呢 你看一個微小的力 成語 六百萬 所以大概可以撐一百三十三公斤 重 所以你只要抓一隻壁虎 你就可以在天花板上 當然不會 因為壁虎的腳就斷掉了 而且壁虎不會用這麼多 壁虎不會 所以壁虎這種設計可能是太過分了 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不是這樣子 那 你想想看過壁虎在樹上 當 有 獵 就是獵食者要來吃他的時候 他怎麼跑掉 他在樹枝上要怎麼跑 他只有一個動作 他就往下跳是最快的 對不對 可是他往下跳的時候 他還要剎車啊 所以當他伸出一隻腳的時候 他要緊緊的拉住 就是他最不簡單的地方 所以這時候就用到 那會有可能說壁虎怎麼去脫離 如果黏得那麼簡單不好離開 那其實也有很多的實驗證明 就是說他只要翻轉個15度到30度之間 就可以容易脫離 那左邊可以看到的是做得不錯的壁虎貼布 但是下面那個是失敗的 因為如果做得太長 他彼此之間會連在一起 那除了壁虎還有誰 這邊的作者早上來過台灣 他德國的一位教授叫 那是烏克蘭的 那他就把很多會在天花板上走的 走的時候都抓來蹭積一下體重 然後都用潛的眼睛看一下 他的逐步的結構 那他就發現 各位我們以前常常講的一件事 我們高中佛中學的數學 那個都咬 學的都咬好像都沒什麼用 這時候都咬就有用 可以把不同的重量的 這些昆蟲都放在同一張圖上面 所以他就做出了這張圖 在Nature上發表 那實際上 這些攝護各位可以看到 壁虎的體重最重 所以壁虎是演化出最精細的結構 那右下角各位可以看到蟋蟀 你穿到一隻昆蟲 你如果好好去觀察它 會發現了非常多的秘密在裡面 比如說你覺得它很蟋蟀很光滑的部分 其實跟我們的輪胎一樣 它有排水的結構 那這張圖 是我們在成大辦科學漫畫班 某一個同學幫我們劃出來 就以後不會 那實際上就是說 我們都是參考 XNature 從XNature那裡去Follow 那 當壁虎或者昆蟲 噴到豬籠草的時候 壁虎能不能爬得出來 壁虎都可以爬 對不對 不管光滑出燥的表面都可以爬 那壁虎能不能從這裡爬出來 為什麼 跟前面那一張失敗的一樣 壁虎跑進去的時候 其實它的那些鋼馬 那些細馬 就已經被它上面的這些 納指結構呢 污染了 所以像很多都黏在一起 所以它的黏幅力就變差 所以它就爬不出來 這是我學生 我請它演出 可能可以放一下 右下角這個動畫 就是說 其實這是我們現在在做的一個研究 那已經快追溯了 這個是一個Boss rule 他們賣給富士康 就是做Tapini Center 在做加工的一個原件 那 這個東西就是 這個珠子 在這個被你滾的時候 裡面會有黃油 或者我們騎腳踏車 這動畫可以拼圖 我們這腳踏車裡面呢 我們這腳踏車裡面 會有什麼東西 就是 軸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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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軸層是很重要的 可是軸層 常常隨便講 它的壽命就是幾百萬種以上 所以如果你騎機車 你的軸層 可以轉個一千萬種 都沒有問題 可是呢 我的學生在去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他就說 老師 之前我在奈米索 老師我要做奈米啊 這個要點抽 做這麼粗的東西 那我就說 大家也可以做一下 你可以把你的 你現在咬牙切齒一下 當你把上下的牙齒 牙齒有在一起的時候 你牙齒有混在一起嗎 沒有 中間有一層什麼 口水 所以呢 我們做這個研究 其實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怎麼讓這個油膜一直存在 因為當 這一層 如果把你的口水拿掉 灌成水的時候呢 摩擦會非常的大 你的牙齒很快就磨光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機械元件裡面是一樣 我們怎麼讓這個油膜是存在的 所以我是這樣睡著我 所以我請他咬牙切齒 我說精神膜還是很小 不到奈米 可是是微米 那所以口腔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 關節 關節其實就是我們講的軸承 因為軸承就在承受負窄 所以呢 像我 我站在這裡 我的腹頭 我的膝蓋 我的膝蓋 我的膝蓋就是做我的重量 對不對 那各位可以想一下 關節裡面有關節液 大家都知道 因為市面上好多產品 希望我們去奶來喝對不對 可是怎麼證明關節有關節液 大家把手舉起來 壓一下 是蹦了一聲 那剛剛蹦過的地方有沒有在蹦 不行了各位 為什麼 剛剛為什麼會蹦 因為我們 我們關節液體裡面都有液體 液體裡面都會溶解一些氣體 所以剛剛蹦是 破掉是泡泡的聲音 像不像是 那為什麼不蹦 因為大泡泡 破成很多小泡泡對不對 所以再等個十分鐘 再試一下 就會有 不相信 等下試一下 那我們其實呢 我那時候去 巴斯大學 跟舊院民主 那時候我們在談了一個 就是說新的論壞策略 我們希望說 我們現在都用機油 可是我們既有我們是換完之後 跑去哪裡 那有機會不讓我們換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就有新的論壞策略 可以來 以後是用水去做論壞 所以我們的關節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機會 吃到雞腿便當的時候 那個白白的 軟骨 你要很尊敬它 它是非常重要 那還有就是 剛考完期末考 如果有同學的話 同學當然是最後一天在準備考試 然後說 哇 眼皮都快掉下來了 所以常常 我記得有時候 你都會用那個什麼 牙籤把眼皮撐開是不是 可是你想一下喔 如果你的眼球一直 你一直張開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的練意是不是會乾掉 可是 它其實不會那麼快就乾 因為它最外面有什麼意思 而且喔 我們的角膜 各位知道嗎 我們的角膜 剛剛看到連列 連列那個水滴在上面是 酥水 對不對 水滴是站在上面 我們的角膜 本身是清水還酥水 我們眨眼睛這個動作 是把淚液鋪上去 可是我們的角膜是酥水 相信你把眼球拿出來看看 是不是 我們的角膜是酥水的喔 可是喔 為什麼連列可以在上面 有一個喔 你每天早上起床 就覺得他很討厭的東西 就是 岩石對不對 岩石喔 那個Marcus 非常的重要 所以 這個黏液喔 它本身附在上面 當然還有蛋白質的作用 不是只有黏液 所以它本身附在上面 可以讓它變成清水 那我們這邊還有一個例子 這個是從Youtube 這個可以播一下 就是說 魚身上有很多Snide 那這些Snide 那這些黏液呢 其實可以在它多用的時候 給一些鹹煮的作用 就非常的棒 那這是一隻慢喔 它就點它 那這隻 這個生物是這樣就是說 剛剛說到刺激的時候 它就昏迷這些黏液出來 那這些黏液喔 是非常的怎麼樣 噴到水就會急速的膨脹 所以任何吃過它的生物都不存在了 知道嗎 因為它它的塞 它的食道就會怎麼樣 就被這些膨脹的 所以各位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它把它倒一點點倒進水裡面 所以它馬上很急速的去吸水 所以這麼小的東西 這麼少量的東西 它可以吸非常大的水 所以這些黏液的東西 都跟潤滑有關 但是它也跟很多很多 我們未來的 大家可以想像的應用 這就可以 你可以整個 它可以整個把它拿出來 所以喔 這是我在做的研究的部分 我在做的研究就是跟 黏液 摩擦 摩損 跟潤滑有關 那 比如說最近那個 有一篇文章講說 我們套在水裡面的時候 我們的手跟腳 都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一個地方都皺皺的對不對 就手指頭 然後他說這是演化 人的手氣演化出來 可以在水裡面去抓過東西 可是後來我學生做完 最近Tile Defense 結果都是完全相反的 完全不會 而且摩擦力還變低 所以 這個也是很好玩的現象 那 剛剛我聽過的 口水淚液 關節液 還有黏液 甚至我們的血液 這些裡面都跟潤滑有關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 剛剛珍妮有提過 那鯨魚的琴 它可以減低那個摩擦 然後呢 很多在 貝殼 很多的貝殼 或者是 穿穿腳的影片 甚至 各位看魚的那個魚領 它本身就是一個盾牌 因為我要咬你的時候 它可以支撐 所以 這一切其實它跟我們的指甲 也都會很像 你把指甲剪開 你看那個口面 有非常多種的結構 所以這些都是很 很好的題目 那剛剛珍妮提到那個 五點的翅膀很漂亮 那個叫結構色 剛剛我 這張投影影片就是 你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看到 多層次 就是 周期性的結構 所以它就會很漂亮 所以有一家 我記得有一家 是日本的那個 絲襪公司 它希望可以做 女生 女生在穿的那個絲襪 可以讓它在 不同的角度 看起來很漂亮 所以 自然的設計呢 其實都是 絲絲軟軟的 比如說我的手張開 我這個是有一個角度的 可是各位齁 你在絲襪的時候 你拿那個 雙身塊對不對 那個雙身塊 你一拉會從哪邊斷 它是從中間裂開 因為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的角度 非常非常的小 就是 在我們學機械人來講 是運力集中 所以 你可以用一個樹 左邊可以想像是樹木 右邊想像是鋼鐵 你看 樹木的話 有連輪 對不對 而且樹木在 它會記入氣候 它有成長的記入氣候 可是呢 我們照出來就是 叮叮叮叮叮 我們有角 而且我們壞掉 我們會自我 怎麼樣 可是剛剛真的有提到說 Sent healing 自我療癒 那現在有一個產品 都在做自我療癒 各位在用的硬碟 硬碟上面就有 那 有機會跟大家講 那時間的關係 那 這邊大概就是 有一派理論講 Ju and Vincent 他們就用Tree 這個tool來做事情 那 就我剛剛講的 當我們跨到不同領域區的時候 我們可以在那邊 學習到很多東西 可是溝通的引擎是什麼 溝通的引擎是什麼 那 最終我要介紹科學傳播 因為我們在 我比較不學無術 就是說 在自己的讀書之外 我們再來 陳大 陳老師在清華 楊老師在台大 陳大、清華、台大 教大都是拿五人五百億的天龍大學 都是有錢的大學 那其實我們在學校壓力很大 就是要論文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先 這個學校的要求要Feed 然後 剛好我就說 剛剛介紹過那個關老師 其實還會默契用老師 我們 我就跟他們學習 然後就說我們怎麼 讓我們的一些內容 可以有趣 然後有機會去看 所以 我們的學生就會做一些科學探討 但不限制仿生 那我們有一個仿生部落格 這仿生部落格 其實都完全是參考 他們的Ex-to-Nature 那個網站 是從那邊哪 所以 那邊是中文的 所以說 你如果看英文的 不喜歡 你就是看中文的 我們裡面大概一百多篇 那你也可以加入 應該是加入那個社群 就會定期收到 那我們有畫科學漫畫 那 我記得我們找 黨立中的同學 我們就成立一個讀書會 那個沒有什麼 國科會計畫支持 但是我們就 玩得很開心 後來他們都去警官錄音 這個也很好 所以 我想答案 就是一直在你身邊 我們每天忙得要念 可是 其實答案都在旁邊 只是我們不用仔細去看看那個答案 每天要跟你招手 那我們講 認定聖天其實是不對的 所以 我們要跟自然和誰共處 比如說最近不是北宇直線 火路要準備要開嗎 對不對 這五十大公里 所以很短的是 各位知道 雪山隧道已經被掛穿 當你私了對不對 我們很棒的伴手都不見了 我們是不是還要再做 所以說 當我們在努力解決這些方案的時候 其實很多答案都在旁邊 甚至問題都還沒形成 所以這是我去蘭嶼 他們提供的一張照片 這是他們在 他們的主持就是芋頭 他們在芋頭田裡面 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在祈禱 他跟芋頭說 你不要擔心 他那個皇宮的職務跟他說 你要 好好的長大 讓我吃 他是這個意思 但是 他們其實是很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好像回不去了 因為我們沒有電 我們會受不了 沒有冷氣 我們會受不了 所以我們要怎麼 好好的去調整我們的步伐 才是最重要的 那這個最重要的那一本就是真理他們的書 這是大家國內也可以看得到 最近來 我剛剛聽陳柏妤老師 他也出了一本 看我們現在應該會介紹 那這些也是一些 OK 我就報告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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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接下來的第三位主獎者 我們特別邀請到了 謝謝大家